經典作品與作品的意境成功學 熱點掌聲歡迎他們 大家好 我是第八主 我們最主要介紹的是宮崎駿 我們的前年引用了神與少女的一句話 拼命工作賺錢 但忘卻了初衷 房子越來越大 心卻越來越窄 我們的研究動機 宮崎駿開啟了我們夢幻般的桃園 一腳踏入了另一個不可適宜的空間 在那 我們可以拋下被現實束縛的自己 安心的展現最出事的原則 一件作品一定會有作者想要表達的想法 有時並不是直接表現在劇情當中 而是從某個角色 一個場景 一個表情 一句話 表達作者想告訴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研究目的 是為了探討宮崎駿作品背後的真正遺憾 了解宮崎駿如何純釋虛擬而且真實的世界 宮崎駿大師常以虛構的場景 貼近真實的人 事 物 來反封世界和人的殘酷 宮崎駿的作品不該只是孩子們欣賞 而是畢經太多人是非的大人們觀賞 宮崎駿她是日本知名動畫城吉普利工作室的核心人物之一 這些是宮崎駿的立言作品的列表 我們從宮崎駿的這些作品當中來分類一些 有人性 戰爭 跟自然 我們決定從人性裡面來探討 選出了神隱少女和珀爾的移動城堡的介紹 因為神隱少女這幅動畫 我想說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所以直接切入我們的重點 角色性格分析 千尋她是純真的代表 一開始到了鬼神的世界 因為外在的因素而迷失了自我 但是內心卻仍來保有最真實的自己 因此最終才能突破現實的枷鎖 找回自己的名字 也就了父母 再來是千尋的父母親 是貪婪的性格 沒有經過同意就擅自闖入 並且在街道上大吃大喝 因為沒有人看管 所以絲毫不知節制 顯現出人性貪婪的理念 白龍是良善的為人 因為被世俗所迷惑 失去了最初的自己 遺忘了初衷 但因千尋的幫助而找回了名字 也尋回了最初的名標 康婆婆是惡的代表 事前奴命 為人能使自己賺盡更多的財富 利用人貪婪的個性 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奪走別人名字 讓別人忘記自己是什麼 一輩子為她賣命 錢婆婆 雖然她的名字裡面有一個籤子 但是她並不愛錢 她是上揚的代表 再來是無戀男 這個角色凸顯了寂寞和被忽視 也就是沒有存在感 也是現今許多人的問題 沒有表象 卻有存在 沒有自信 所以在乎別人的想法 一味的想討好別人 卻有一直在失落與期盼中不斷上輪 《神影上女》這部作品帶給了我們很大的歧視 先尋在此最精密的遊屋內 還保有最真實的自己 反觀 我們自己是否在這美麗而強酷的世界中 還擁有最初的樣貌呢 還是漸漸的戴上了面具 世界哭了 我們哭了 世界笑 我們也隨和的笑了 被現實束縛的我們 是別人支配著我 還是由自己掌控 再來是霍爾的移動城堡 因為這齣動畫 大家應該也都很熟悉 所以就介入我們的重點 蘇菲 她除了身為女主角重要 她也帶著人性的謙善跟智慧 從心善來看 不管人性是如何的賢惡與不堪 因為這個角色的特點就是不計先賢 既往不救 發揮愛的種子來改變自己 別改變人性 智慧 除非用智慧來化解人與人和國與國之間的猜忌跟不信任 使本來只為利益的人們 開始相信有誠信的存在 也使得相互仇視 長年FOLPOR相對的兩國 從此合同相處 再來是霍爾 除了聚眾的男主角之外 作者還把自信跟不安全感 這兩個極端行為用在霍爾身上 從自信來看 霍爾除了帥氣 也擁有魔法是能力 是我們一般的呈現 我們的總結是 從宗綺俊大師作品分析 可以發現每部作品後面都有不同的意涵 可以從宗綺俊大師的作品了解許多事 小學幼稚園 宗綺俊動畫就像迪士尼動畫一樣 比伴我們這些小小孩 在做這個專題的心得裡面 我覺得宗綺俊是一個很優秀的動畫家 他有許多好看的電影 但其實電影裡面都含有不同的意義 裡面的含義都是希望人們可以領悟 例如愛惜大自然反向等等 這次的專題研究 可以讓我們把宗綺俊電影影響表達的 傳達給大家 如今宗綺俊已經退休了 希望她兒子可以繼續把她作品芳芽弄大 以及創造出更好的作品 以上的報告是由林佩軒、何許榮、陳佳怡、張詠怡、奉銘共同完成 謝謝大家 謝謝八年人班帶來宗綺俊的重品介紹 感謝各位同學耐心的聆聽所有同學認真做的報告 但是這些報告都是你們辛苦的國文老師 帶著你們在這一年來所產出的結果 所以我要先敬您的手 謝謝八年級的全體的國文老師 八年成家的林佩軒老師 八年政單的葡萱老師 八年校班的張崇華主任 八年湖班的孟學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這五位辛苦的國文老師 接下來我們請重華主任幫我們做一個簡單的講評跟說明 謝謝